农历春节假期快到了 为了让返乡民众和到访的游客可以安心 华联施工所9号在车站前后展开了消毒防疫工作 市长温家学员感谢宏盛公司提供多功能作业车来协度消毒工作 同时也呼吁乡亲在过年期间避免到人潮拥挤场所 而且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农历春节前夕花莲施工所加强公共区域的环境消毒防疫工作 市长温家学员9号上午前往花莲火车站 关切清洁队人员执行防疫消毒情形 并且向前来支援的红色建设机械公司表达感谢之意 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加了一个防疫的部分 那持续在做相关的消毒的作业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清洁队的同仁 那在今天我们有很多游客也会返乡的 同时那也在车站还有几个相关的地点来做一个消毒 希望回来的朋友还是我们花莲在地的乡亲都能够安心跟放心 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消毒作业 也请所有民众看到的时候也能够互相配合一下 让出一些空间让这些消毒作业的人员能够持续来做 那在此也要谢谢宏盛建设机械公司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消毒车 让我们在作业的时间能够更快更加速 花莲市的防疫消毒作业不只在过年前夕 包括了大年初四开工日还有2月17号连假结束第一天 也都会展开防疫消毒工作 我们在农历春节前就是今天9号 我们针对花莲火车站前后站以及晚上的金山脚的消毒之外 我们在年初四开工日 我们早上7点我们就先针对金山脚来进行防疫的喷药 然后在早上的10点我们会针对花莲火车站前后站进行消毒的作业 那此外呢因应就是现在是寒假期间 寒假过后 然后我们在2月17号会针对我们花莲市的各的高中职以下的学校 包含幼儿园总共42所学校的外围进行环境的喷药 清洁队人员以移动式消毒设备搭配红色建设机械的多功能作业车 分工合作将火车站前庭包括了座椅、红面压地标等全部消毒 另外在走道还有计程车招呼站也大面积喷洒提高执行效率 市长温嘉贤强调 工部门积极防疫也期盼民众可以全力配合 无论外出或者是在室内空间都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并且做好个人的卫生消毒工作 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